男大生遭迷监 梅高潮提告 北仙淡水一名20岁男大生 上周一以早工作为昵称 上UT男童治聊天室圆交 这名昵称身高体重170的 35岁男子陈嘉明搭上 搬好给男大生几千元赔三小时 男子买来啤酒到男大生住处后 却趁男大生上厕所时 在酒中摻安眠药迷婚他 性侵得逞 并洗劫男大生三千多元 和手机等财务离去 男大生醒来肛门疼痛 惊觉遭白嫖还被洗劫 起得报警 我都没有知觉 连高潮都没有 他只顾自己开心 我一定要告他 警方根据监视器画面 昨天寻现逮捕嫌犯陈嘉明 并在他家中 搜出安眠药等证物 讯后将他依妨害性自主 和强盗等罪嫌移送 动新闻台北报导